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時 喜歡我的頻道可以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Twitch、BBD還有Discord 好,甜甜節優神在臨在9月27號 微信官方公告了下一次的神兵的技能 好,這次神兵的技能的三位英靈是 玄宇、真映跟神血清衣 好,我們看一下玄宇的部分 玉虛弓 那技能的名稱是名窮接天 主動攻擊對戰中與目標距離每增加一格 暴擊提高1-5% 那最多可以提高到4-20% 欸,其實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使用絕學傷害對戰之前呢 可以對目標4加1-2個有害狀態 哇,這個髒水流實在是太髒了 而且再來就是你主動攻擊 與目標每增加一格 就是暴擊提高 然後你最多可以最高最高到20% 欸,其實這個還蠻多的 好,再來就是施加這個 一個debuff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一個就是 呃,熊羽本來就有一個很長的一個射程 那神兵的技能又增加他就是暴擊的機率 跟上人家debuff的狀態 好,再來是一個增益的技能 神兵技能 無向法處 那技能名稱是不倒神針 那他的技能的部分 那迴靈界的範圍內的有方物理免傷增加5-18% 欸,其實還不錯 其實還不錯 那炫滅界範圍內的敵方 受勢療效果降低10-30% 那有方去觸發正式的時候 你可以反轉正義1-2的debuff 欸,其實我覺得正義的這個神兵技能還蠻不錯的 物理免傷提高最過是10% 那就算就算 只有最低的5%其實也算蠻不錯用的 那你基本上如果再打一些boss戰的話 你放正義的這個揮靈劍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也是值得可以練的一個 那個掀開的神兵的技能 然後再來是神血清衣 我們的大青羅 長韻照水 那技能名稱呢是 如檢如茲 那減斷萬旅後獲得重檢式buff 10月2個回合 那你主動攻擊物理穿透會提高5-10% 而且會立刻擴散目標身上的萬旅狀態 至一格技 及其他1-2敵方 那重檢式是補攻射程 你可以加1 那主動補攻攻擊觸發追擊的傷害 而且還蠻不錯的 而且物理穿透提高5-10% 又可以擴散目標身上的萬旅狀態 而且蠻好 而且這個重檢式的buff是補攻射程加1 其實我覺得三位技能都還蠻不錯的 都沒有到很差的地步 只是你要先開始 如果你是要打boss那種 你需要上鐵位的話 真硬的這個神秘技能其實蠻不錯的 還蠻不錯的 那如果是你 像玄宇我大部分就是 用來打一些特殊關卡才會用玄宇 所以還在看各位的使用情況 因為我自己比較少用到玄宇 那真硬跟神卻輕音還沒有出 那我們等到後面 我們看一下這兩位技能的屬性 屬性的數值 再去決定我們的這兩位 到底真的是強還是不強呢 我相信是強的啦 相信這兩隻角色會讓大家滿意的 好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Twitch、BB 還有GISCO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掰掰